好久不见 在上一季里 我们装了水冷四张2080TI的工作站 60T万兆NAS 这一季我们又会做点什么呢 下面是一段片段剪辑 让我们先读为快 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在iPad上打DOTA 在3970X上画蜘蛛网 去年搬了家之后 把家里的网络重新做了一遍 因为外网换上了千兆光纤 内网再用Google Wi-Fi就不太合适了 换成了一个Microtech的路由 接上了这个小巧的CRS305万兆交换机 交换机上接了NAS和我的工作站 至于Wi-Fi 接到了电视机旁边的 支持Wi-Fi 6的Amplify to AP 说一下NAS的配置 在这一年的使用中 我装上了Plaug Server来归类整理影片 Transmission打开了内网访问网页权限 用来下载视频资料 每一个月会做一次ZFS Scrub 发送硬盘的一些统计数据 比如有哪些数据损坏之类的倒硬盘 在Ubuntu 18.04中 我将ZFS的分区加载到了ZFS目录下 目录下分了ZFS Data和ZFS Local两个dataset 这两个dataset的默认Record Size大小都不一样 Data是128K Local是16K Local用来存放Plex Server的一些原数据 Data用来存放视频 训练数据和工作站备份等等 工作站的数据备份同时用了Z Backup和Ubuntu自带的备份工具 将NAS的目录通过SSHFS远程挂载到工作站的本地之后 用Z Backup每天凌晨增量备份到NAS 每周Ubuntu自带的工具会在增量备份到NAS的另一个目录 在凌晨备份完成后 NAS会在每天早晨将备份传到亚马逊的S3后台 这样一番配置之后 这个NAS就成了家中的多媒体数据中心 R4小时下载终端和工作站备份的功能 之前有网友问为什么要万兆网口的NAS 对于工作站的数据备份 万兆网口还是有用的 但是在其他的备置上 将用万兆还不完善 比如WiFi 6的理论速度可以到2GPS到5GPS 但是由于Amplify接入有线端口是千兆的 在实际的iPad、iPhone到NAS的连接速度上 就卡在了这个千兆口上 如果用苹果的笔记本 倒是可以用这个Thunderbolt 3的网卡 实际测试可以打满万兆 对于别的笔记本 之前威廉通有出过一个USB-C转5G的网卡 需要比较新的Linux内核 5.0以上的就可以 在Linux上实际测试可以达到4.几GPS 但是稳定性有一些问题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评论中提出 我都会一一解答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